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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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叶世文 这就是中国的叶世文 中国骄傲 好样的叶世文 他现在很有可能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好样的叶世文 加油 一定破了 叶世文 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 四分二十八秒四三 超样的 叶世文 叶世文 表示祝贺 这个视频我看过很多次 但是每一次看我都特别的激动 这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 当时我也是站在这样的一个领奖台上 领奖台虽然不高 但站上来 却要付出太多太多的艰辛 经过这些年 我越来越觉得 比战场领奖还更难的 确实走下去 2013年巴塞罗那世锦赛 我觉得我要游出更好的成绩 我一定要拿到冠军 我才能不负众望 但当时因为过度紧张 和焦虑的情绪 直接影响了我的发挥 我当时一时无法接受 自己的成绩 我一度陷入了第一名 我以为2013年对我来说 已经是低谷 但我没想到 2015年的喀山市井赛 我又一次重重地摔在了谷底 我一时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 夜市闻怎么了 夜市闻怎么又到处 夜市闻是不是不行了 夜市闻是不是很难 都不善再提了 是的 夜市闻到底怎么了 这个问题 我曾经无数次 在心里这样问自己 其实我是一个 一个特别要强的人 我无法忍受 以这样的成绩去面对曾经的辉煌 去面对所有爱我支持我的人 我越来越害怕比赛 害怕失败 害怕让所有人失望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甚至一度陷入了抑郁 就在我最低落的时候 我认识了这样一位特别的朋友 他自称是个全能体育迷 他说他最爱田径 他能够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记录是多少 他甚至比我还要懂得体育精神 他说奥林匹斯山的圣火燃烧 不是为了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战败 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 人类的不屈 有时他也会跟我倾诉一些内心的想法 他说要是有来生 最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他也常常跟我提起他的母亲 他说没有母亲就没有他的存在 他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 面对人生巨大的苦难 他依然可以豁达相应 如果你要问我他是谁 他就是石铁生 是他让我明白 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美好的部分 还在于在逆境中 依然可以寻找自由和快乐的过程 我突然非常庆幸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也很庆幸我能够在国际的赛场上 跟世界高手一蹶高下 我更庆幸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从人生的高峰走下来过 现在我认为金牌并不只是衡量成功唯一的标准 有时候你的对手就是自己 战胜自己就是胜利 今天我也想向大家推荐这位特别的朋友 希望他能够帮助大家 在面对人生每一个困境时 依然能够找到生命的精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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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今天是青年节 你对青春的理解 我觉得 因为你正青春 对 我觉得青春 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 在青春的时候 一定要勇敢地去追逐这个梦想 不要让以后留下遗憾 今年又是16年 对 又是奥运年 离奥运婚还有三个月 我相信我们也会尽最后的努力 去做一个冲刺 谢谢 但是我恰好 我恰好想说 其实不要给他那么大的压力 他才20岁 他已经拼过 已经收获过 而且人生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 对 你的偶像是谁 体育的偶像是 菲尔普斯 罗切特 还有刘兹哥 非体育类的偶像 非体育类的偶像 李明浩 然后 对吧 我觉得应该要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呈现诗文的另外一面 这是一个特殊的信封 你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想象 这本书 你想寄给谁 我想把它寄给所有 奥运选手 所有的年轻人 因为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人生的困境 我也希望这本书 能够像帮助我一样 能够帮助到他们 非常好 来 自己动手 把它装进来 好 掌声送给叶世文 让我们再次为叶世文 送上祝福的掌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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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